还有人说他简直是动画界的吴季刚 原来这位小时候还曾经念过放牛般的华裔动画家 他叫做刘大伟 那么最近呢 他与阿凡达的制作团队一起合作 打算希望在2013年 要推出自己的创作要登上大荧幕 而说起这位刘大伟呢 他曾经参与的知名动画 包括有狮子王还有花木兰 当时他都是担任总设计师 当阳光照亮水面 他就奋力向上冲 想找个好位子来观赛 取他大自然把动物拟人化 说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预言 台裔动画家刘大伟筹拍新作 与阿凡达制作团队合作 计划2013年登上大荧幕 好功夫拿起笔不到五分钟 一只活灵活现的斑马就在眼前 41岁的刘大伟 20年前进入人人称县的迪士尼 曾是知名动画 狮子王阿拉丁花木兰的总设计师 还因为工作 让他跟已故天王Michael Jackson 有一段姻缘 拜托 谁不喜欢Michael Jackson啊 所以如果说好 我教你画狮子 那你至少刷几招 教我怎么画那个 跳那个moonwalk 他脚很轻快 他很瘦 他那个动物 他很轻快 跳起偶像舞步 刘大伟眼睛都亮了 在好莱坞发光发热 但小时候接受台湾 填鸭式教育 一度让他放弃自己 我就是坏孩子 世界已经承认 我是一个坏孩子 我是一个放牛班 那我就要画给你看 他就去参加 黑社会 黑帮 父母亲要从现在开始 有一个健康的态度 来欢迎每个小孩子 他是独一无二的天才 成绩不佳 刘大伟被送到美国留学 才愿画画找到人生方向 不想年轻人迷失自我 刘大伟靠动画 启发下一代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台湾之光 中间新闻黄一群 许家瑜 薛文豪 台北报道 补卫文豪 王豪